我想很多人就想要买鸿海 那我给大家两个方式 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成长投资 我们等到确定他接到国际大单之后 我们再切入 另外一个就是价值投资 超跌之后再买进 那这个超跌到底要跌多深 100块以下算超跌 80块呢 还是50块呢 到底是多少钱讲 我有个观察指标就是大普通的买股成本 这个就是屡市不爽 欢迎收看今天才知道 我是夏云芬 最近很多人都很关心啊 除了台积电之外呢 有什么可以买 红海红海红海 可是又发现到说 红海不但营收没成长 股价也没涨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们今天请到了专家 好好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好 欢迎向我们的股海观察家 张鸿昌 张大帅 大帅好 云芬姐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台积电等了半天 好像也不太长了 就转这个目标到红海了 那没有郭台鸣 郭董的一个红海 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味道不一样 味道不一样 方格不一样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有几家公司 你感觉跟以前的味道不太一样 台积电 对 法售位正经八百 对 对 有没有 对 没有像以前那个张中某先生在的时候 魅力 魅力 蜂蜜曲全场 对 然后另外台处集团 我们的王永庆故事之后 也非常的低调 王永庆至少在讲一些话 有时候对政府讲一些建议 对 红海也是一样 我最近看红海的法售会 其实这几次的法售会 我看都很镇进八百 对 然后报告完 不像以前郭董法售会的时候 天外飞来一笔 对 股东会还有现花的 你是怀念现花的人吧 现花的 小和立林 对 然后还会看你说 你这个 鼓力可不可以多一点 对对对 那现在红海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少了郭董的光芒 好像红海不再是以前的红海 而且今年的红海 得一些坏消息特别多 你看一下我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第一个第一季的时候大家印象深刻 因为夏普的资财坚损 对 月外列列了170多亿的损失 所以第一季本来预估2块 剩不到1块 剩0.93 第二个中国富士康人突然被查碎 在土地调查 股价从103.5元 然后掉到94元 最近又回来了 对对对 然后在我们录影前呢 刚好武汉那边 已经公告说罚了2万人民币 就高高举起 新鲜放下 新鲜放下 包括股价已经从94块 又回到本来的百元关卡 第三个就是苹果的营收 已经连续设计下跌 而且本季他展望不佳 那大家都知道红海 是最大的iPhone概念股 所以呢 苹果的营收不佳 你看今年到10月为止 红海的营收还是衰退 年衰退还是-7% 所以你表示说 红海今年的营收 其实表现也没有那么好 收到苹果的印象 另外AI体材 是今年重要的体材 一个刺激的体材 结果红海 他是最后面才开始动一下 前面伟创广达都先涨了 而且很多杂志的封面故事 都是林百里 要是以前 郭董还在的时候 老大哥会翻脸 林百里就放在第二页 郭董是封面人物 所以他AI是到后来才补涨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什么 他自主研发的珍珠号 低轨卫星成功升空 还有一个最近 红海先进挂牌 但是很多人还是会在红海一百块钱以下 所以就开始接 真的有很多死忠的粉丝 会是这样的操作 我刚刚很多人都在等着 他电动车的体材上 那我们看一下这几年红海的表现 长条是过利 短条是配息的部分 郭董是在2019年6月 的股东会交棒的 那在前一年发生什么事 大家还记得吗 2018年的时候 红海有史以来第一次 减之二十 所以那时候 郭董要交棒给刘洋伟的时候 他做两个动作 第一个他先做剪支 把股本缩小 对对对 如果股本没有缩小的话 大家看一下后面190-20年 你是想看起来EPS 跟过去好像差不多 他如果没有剪支的话 其实是衰退的 对对 他其实是帮他的新的接班铺个路 让他不要那么难看 接班就衰退 就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 买股票 撑股价给刘洋伟撑腰这样子 我最后跟大家提醒 鸿海的一个甜蜜的布局的一个点 就是郭董的成本 先铺个梗 最后面跟大家讲 大家要看到最后 那最后面这两年呢 欧阳伟有做出一点成绩了 他的配息都五块 那获利也都上来了 但是呢这几年其实鸿海的 86万的股东 其实是非常育足的 我们从两个点来看 第一个本益比 鸿海的本益比 我从16年开始整理 因为看到感觉都差一点一直线了 最高本益跟最低的本益比 就大概八到十二倍 你们不公平啊 你们都给人家八到十二倍 给台积电这么高 动不动就十五二十二十几 对对对对 本益比低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遇到股灾 大家都很低嘛 对 第二个就是你没有成长性 最近创业很夯 对不对 本益比已经到五十倍以上了 所以他为什么一直这么低的本益比 就是大家觉得你未来没有什么成长性 我把这个时间拉长到二十年 那时候的股市只有峰海概念股 2000年那时候他的本益比曾经到三十倍以上 股价曾经冲到三百块 然后到后面就判断了 在金融海啸之后 尤其是2010年之后 整个他的本益比的股价 几乎都已经趴在地上了 所以你就发现早期那时候红海 真的是点石沉浸 包括我们现在藏地到的建汉 光雨 红准 都那时候 都是他集团 那时候都很汉 每一个都三位数的股价 还有第二个 除了本益比 我们看一下市值的变化 也是跟本益比一样 市值几乎2016年到现在为止 市值都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股价也没有什么涨 对啊 市值没有什么变化 代表什么 整体股东的财富是没有增加的 原来大股东比小股东还闷 还闷 大股东也很闷 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台股的市值 你看台股的市值 后面就冲上去 尤其是疫情的期间 全球阶级大泡水 在2020年7月27号的早上9点15分 台股还突破12682的历史高点 你看那时候整个市值就非常不一样 跟红海比较一样就不一样 另外台股为什么那么高呢 也就是说台积电带动了 整个台积电市值就上来 台积电现在市值多少 14兆 所以你觉得是台积电的吸睛效应吗 对台积电带动 让红海暗淡无光 红海现在是第三大全脂股 台积电第一大全脂股 他们其实都是全脂股 但是台股市值的上升 其实多半贡献在台积电 红海防比较暗淡 现在台积电市值14兆 红海台积电市值14兆 红海的1.4兆 是要十分之一而已 然后红海最近还把全脂股的排名 从第二名掉到第三名 它被什么 链巴哥超越了 链巴哥股价大涨 市值超车红海 在今年的10月底的时候 其实我整理的资料 在2021年的时候 其实链巴哥就已经超过红海 那怎么没人写啊 那时候就已经还在拉锯 你看链巴哥之前那么低 二二月高 红海一直都不变 就被超车了 所以我们从本硬比来看 从市值来看 红海这几年的表现 其实就不进了 你就说明了一个股价没涨的关键了 对啊都没涨了 像链巴哥涨了 对啊 那我们现在就在期待说 刘洋伟上海之后 他19年交棒上海之后 到现在已经说四年了 嗯 那当时我提很多愿景 我们现在一一检视 他有没有办法带领红海做转型 你比郭台銘 郭总裁还严格 还严格 我们来检视一下 我们假装是董事会成员 我们来检视一下刘洋伟 你看他2019年 刚上台没有多久 11月宣示三加三 三大产业跟三大核心技术 三大产业是什么 电动车 大家都知道 另外数位健康 机器人 另外三大核心技术 就是人工智慧 AI 半导体 还有新时代通讯 这三个 他环绕的这几个核心技术 他喊出了2025年的电动车的业务 营收到到兆元 那大概就是现在红海的营收大概15-6%左右 要做到15-6%左右 然后全球市占率要5% 这一年多的时间 年出货量要50-75万辆 这也不容易 不容易 郁文杰的表情要告诉答案 另外呢 11月20号红华先进不是有挂牌吗 挂牌第一天台语度大跌9% 不太好看 这不给面子 不给面子 他说目标就是台湾市占率要到10% 那基万2025年的时候 那个马斗锡要出口 到北美跟东南亚好大发展 因为他喊出一个 2025年毛利率目标要10% 毛利率有没有达到呢 我们先来检视一下毛利率 好 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刘洋文上台以后的三率变化 毛利率 引益率跟所谓的税后经济率的变化 刘洋文上台的时候 毛利率是5.3% 现在最新公告的第三季财报是6.6% 有啊 有增加 四年增加1.3% 我们的目标是10% 剩一年多 现在是6.6% 但你不能这样讲 三年疫情吧 因为有可能 搞不好现在是 接下来暴冲也不一定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的确离那个10%目标 有一点不小的距离 对 不小的距离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电动车部分 就大家期待的电动车部分 我觉得很有机会 大家有机会 我们来检视一下 第一个 电动车的订单来源 因为它做一个代工执照服务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传统车厂 可是我们现在 有没有看到传统车厂有订单给他 没有 因为传统车厂的心态就是说 你先让那些新创的车厂 帮你代工之后 没问题 对 因为汽车跟手机不一样 汽车你绝对不能有问题 有问题 完全是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他曾经在去年11月 跑收尾 他说今年会有一家 但是我现在已经到11月 已经过了一年 还没有听到那一家在哪里 所以可能还剩下最后一个月不知道有没有惊喜 另外新创车厂可能最近它的合作对象比较多 但是最近的消息又不是很好 不是申请破产 就是提起诉讼 美国在商用电动车的卡车供应商号 Rollstone又跟他告上法院了 因为股权的关系 另外中国拜腾被一汽集团接管 因为负贷太多 他今年宣告破产 没戏了 那Indie EV在10月2号就刚不久 也是破产 只是做电动车都破产 唯一例外的就是Nephizker 那就是他代工业物 这还做得不错 明天有一个peer 2025年会量产 他会利用这个所谓的 Rollstone的那个北美工厂 来帮他代工 所以这个是相对比较好的消息 所以我们看起来 在新创车很多公司是阵亡的 不容易 其实现在新创车 唯一成功的一家就是Tesla 另外呢 中国的部分 其实现在中国是全球电动车低档 可是呢中国没有开放外包制造 对他可能都自己做了 他也没有开放这个了 可是刘洋伟有提到 这一次访问说 全球现在不是电动车都在杀降吗 杀得越厉害他的机会越大 所以是不是将来会开放这个委外代工 可以看一下 因为高盛有一个报告提到 如果假设电动车有开放代工的话 到2030年他的商机有1400亿美元以上 商机不小 另外呢11月鸿海的股东会的法说 有讲一个利多 他说他有50一项计划在进行 有14家在恰堂阶段 但是我把法售会有一个小时候把它看完 我发现很多法人在问的都不是电动车 那不是AI伺服器 大家不是特别关心电动车 但是他有提到就是14家在接近商堂的阶段 另外呢北美 泰国跟台湾的一些产能 明年大概陆续会运转 这个有好有坏 第一个他可能有订单 直接就生产 万一没订单 这个产能就限制 所以明年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年 那八九十万的股东该怎么办呢 有鸿海的跟没有鸿海的人 该做怎么样的布局 我想很多人就想要买鸿海 或是已经在轿上 等一下等待鸿海上涨 那我给大家两个方式 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成长投资 所谓成长投资是什么 我们等他确定他接到国际大单之后 你再切入嘛 虽然可能你买的时候稍微贵了一点 因为他可能会反映一点消息 但是如果他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 也就是说说做电动车代工车不方向是对的话 刚起长时候去买 应该未来还是很有成长性 我相信法人的买盘也会涌进 另外一个就是驾驶投资 这个投资是什么 就是超跌之后再买进 那这个超跌到底要跌多深 100块以下算超跌 80块呢 还是50块呢 到底是多少钱讲 我有个观察指标就是大股东的买股成本 这个就是屡事不爽 很多大股东 为什么因为只有大股东 他最了解公司的价值所在 我们看一下郭董以前买什么股票 我刚刚一开始不是有跟大家说 他在交报给刘洋伟的时候有买股票 那时候连买了8个月 在2018年11月到2019年6月8个月 有加盟了4万460张股票 股价平均大概落晒70到90元之间 哦 然后我们看这个表 我再跟大家认证 我这个资议表 不是随便讲的 我这很厉害 这张厉害 我们看一下郭董 这几年来的持股的变化 早期他有一个信托 然后到后来在2020年 这个信托又回归到他个人名下 那我们看一下1819年20年 这个持股他是有增加的 可能就有人问说 这18年是162万张 这边19年被减少 一开始我跟大家提到了减支 它的股数减之后是129万张 到隔年跳到133万张 就是我刚提到的增加4万张 就是在这时候增加的 然后后来2020年又有增加 所以他增加的这部分的价格 就落在70到90 所以没看到这一波跌到94的时候 好像就下不太去了 但是希望他跌破90的话 其实是更好 如果再一波跌到94就只跌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郭董买的成本就是在70到90 关键在于90以下 他买的成本是70到90 那郭董买股票到底准不准 他会不会每次都买错 他准 我们看一下前两次准 对没有错 大概是2016年9月的时候 曾经加码19万张 那时候是买77块 那时候2011年8月的时候 也曾经买17万张 那还买60块 之后验证都是上涨 所以这次买70到90 也就是说 如果假设你要用第二个方式抄跌的话 郭董之前的买股成本是值得考虑的 所以大帅已经告诉大家 好爱的买点了 今天非常谢谢大帅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就不会错过芯片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周一至周五 Line Today的理财 影音分类 准时上线 最后一会儿 在祝福的会儿 最后一会儿